字幕提供 A.I.Ruby, 今晚又要報紙聖誕? 什麼快, 師父, 下星期已經是聖誕節 對, 想吃東西 不…我只顧科學研究, 說我忘記了 這個聖誕裝飾這麼熟口臉 我記得了, 去年, 再上去年 好像都用過了 是呀, 師父, 你真的很聰明 你經常說沒有資源 況且這些裝飾還這麼新鮮 那就再用了 對呀, 善用資源支持環保非常好 孫小鐘, 你稱讚我嗎? 不如這樣吧, 你幫我安裝一個新裝置 剛剛才稱讚你善用資源 你現在又要用我的資源… 沒有呀 為什麼? 怎麼會有呢?我哪有資源 那你去買戒指給我吧 是的…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杨茜茜 我用哪个装饰好些呢? 我绝对相信你的眼光 不过这两个装饰也差不多 大 Master Jo 我想看我的眼光和你的眼光是否一样呢? 我選了, 那你選什麼? 兩個都選 MG筆記感應度有問題 讓我看看 洗衣機的脫水功能試等樣運作 AI製作 已經派了AI數據和AI數據出去了 聖誕派了, 雖然告訴我 但為什麼人家派AI數據很英俊? 喜歡它, 它的樣子很怪 對, 很怪 她跟我一樣, 怎麼會怪? 就是因為…是很怪的 系統顯示 我們今天的成功機率有80% 你這麼安心就太好了 我就會有更多信心 去幫同學解決問題 事不宜遲, 我們馬上去找同學 完成, 那我們應該去哪裡找同學? 對, 這裡吧 到底洗衣機怎樣製作衣服呢? 同學, 你們好… 你們好… 原來MASTER JO這次排了 AI路和AI製作 幫我們解決問題 沒錯 你們就知道洗衣機的脫水功能 是怎樣運作的 不用擔心 讓我通知MASTER JO已經找到你們 我們看看他有什麼指示 MASTER JO, 我們怎樣解答同學的問題呢 讓我問問你 你知不知道洗衣機在洗完衣服之後 進入脫水程序的時候 洗衣機裡的洗衣桶到底是怎樣移動的呢? 我知道, 很高速地轉動 這條問題會不會跟轉動有關? 說得對, 其實在科學上 我們會形容其實是物體的圓周運動 根據資料顯示 圓周運動就是指一件物體 圍繞著一個中心點 有規律地循環轉圈 說得對, 現在常生活裡 我們有很多例子 例如汽車的車輪滾動的時候 又或者人造衛星圍繞著地球在繞圈 都是一些圓周運動的例子 那同學可以多做什麼實驗了解呢? 這樣吧, 要去找我的好朋友 Mis Leung 去做一個圓周運動的實驗吧 好, 師傅 師傅叫我們找她好朋友Mis Leung幫忙 看看什麼叫圓周運動 但是我們要在哪裡找Mis Leung? 跟我來 好朋友, 師傅, 師傅, 你好 AI Bro, AI Vader, 各位堂仔, 你好 Master Joe已經告訴我們 你想做一個關於圓周運動的實驗 材料都準備好了, 我們一起去吧 好 這個實驗是讓我們知道 物體如何進行圓周運動的 材料很簡單, 只有兩個球 一個球需要連繩繩 敏如, 你嘗試用力推動球 我們留意一下球運動的方向 球直線這樣滾走了 如果我要令球穩定地轉圈 可以怎樣做 我知道, 只要拼著繩 就可以令球穩定地轉圈了 球穩定地轉圈, 為甚麼 根據資料顯示 可以利用牛頓運動第一定律去解釋 所有物體包括球都會有慣性 移動的物體會保持同樣速度 由直線行走 除非受到外力的影響 才會改變它的方向和速度 在實驗中, 要令球穩定地轉圈 就要靠繩子拉著球 令它由慣性的直線運動 改變為圓周運動 根據資料顯示 是繩子的拉力令球轉圈 而這種力向著轉圈的圓心 即是指情的指尖鱷為止 所以叫做向心靈 沒錯, 所有物體都要靠向心靈 才可以穩定地改變它運動的方向 並且血相同的速度進行減舌運動 原來物體能夠轉圈 是因為有向心靈 我明白了 我明白了, 我明白了 師傅, 根據資料顯示 牛頓運動第一定律就是慣性定律 即是指物體的慣性 說得對, 我簡單地解釋給你知道吧 其實有兩個例子 首先, 如果一件物件一直在行駛的時候 希望可以維持速度直線向前走 至於另一個例子, 如果一件物件 原本已經靜止了的時候 希望可以維持靜止不動的狀態 Master Joe 我們可以做什麼實驗 看到物體的慣性呢? 既然桌上有一個貨車模型和這些積目 就利用它們來示範一下這個慣性 那我們應該怎麼做? 好, 首先, 我麻煩A.R.B.A. 將其中一塊積目放在貨車 貨櫃車後的尾部位置 這裡是否正確呢? 好, 讓我示範一下 首先, 第一個例子是怎樣的 原本它們是靜止的 但是突然間這輛車向前走 你看看這個積目會怎樣 一、二、三 為什麼會向後跌? 不如讓我解釋一下給你們知道 好嗎? 好 這時候首先先拿開一輛貨車 就這樣看看這個積目 根據剛剛的慣性定落 我們知道原本的這輛積目 是靜止不動的 即是它希望可以維持著 這個靜止不動的狀態 但是因為這輛貨車 它突然向前走的時候 這個積目要繼續保持不動 結果就會這樣 原來是這樣 如果這輛貨車無故殺制的話 那又會怎樣呢? 同樣地我們可以利用積目和貨櫃車做 但這次麻煩A.R.B 把兩塊積目放上這裡看看會怎樣 好, 先放在這邊 好, 這次的例子有點不同 因為這兩塊積目和這輛貨櫃車 這個時間一開始就以一個均速行駛 但是行駛的中途 突然停下來, 我們看看會怎樣 向前跌, 為什麼會這樣 這段時間我們又拿走貨車 我們又解釋一下給你知道 根據剛剛的慣性定落一樣 原本這兩塊積目都是均速向前走的狀態 我們希望可以繼續均速向前走 但是因為放在這輛貨車的上面 原本他們希望可以繼續向前走 但誰知道這輛貨車撈停 結果就會變成這樣 原來是這樣 Master Joe 就像我們平時坐車的時候 如果無緣無故殺制的話 我們的身體就會很自然地向前傾 這樣也是跟慣性有關的 說得非常好, 說什麼? 我在想, 因為物體有向心力 才可以轉圈 如果沒有向心力 轉圈的物體又會發生什麼事? 我原本很想解釋給你們的ARP 不過工作室的聖誕氣氛太過濃厚 令我太想吃這個聖誕大餐 我現在很餓, 我先吃一點東西 Master Joe, 你是這樣的? 還沒到聖誕節, 只顧著吃 其實是Master Joe 什麼? Master Joe 怎麼樣?ARP B, 你找到一個問題的答案嗎? Master Joe, 你看不看嗎? 還在找嗎? 不用找得那麼辛苦了 就讓我利用這個膠筒和這個波子 解釋給你們看什麼是圓州運動 和答案 好… 好, 我們過來這邊 追蹤我 追蹤你 好, 來到這裡 看到我們有玻璃的四方盤 首先, 我會把這顆波子放在這裡 然後用膠筒蓋住它 然後我就會搖動膠筒 看看那顆波子會怎樣 那顆波子正在做圓州運動 說得對, 但如果這個時間 我突然拿起膠筒 你看那顆波子會怎樣 那顆波子直線走了 我知道了, 因為那顆波子也有慣性 沒有了向心力的影響 那波子就會直線走了 說得對, 其實不僅是波子 所有物件, 如果他們脫離了圓州運動 根據慣性定律 他們就會均速地一直向前走 那同學有什麼實驗可以做 這樣吧, 你就幫我傳送 這些材料給他們 叫他們做實驗, 去了解多點 好 有信息 馬叔叔叫我們做多個實驗 去多了解向心力 材料已經準備好, 在那邊 材料有網球、繩子和膠管 究竟要怎樣做 馬叔叔有沒有提醒 不用擔心, 我已經想到怎樣做了 不過這個實驗需要多點空間 所以我們一起把材料拿到下面操場做 好啊 各位同學, 這個實驗要有大人陪同 才可以做的 知道 這次就要麻煩A.I.Rowe幫忙了 好啊 麻煩你A.I.Rowe, 你單手拿著膠管 一個網球那邊向上, 五個網球那邊向下 搞定了 A.I.Rowe, 麻煩你把上面的網球轉圈 同學, 你看看館的兩邊有甚麼變化 好啊 好啊 咦, 到上面的網球轉圈越快 上面條繩就拉, 即是要查 還有, 我見到下面的網球被繩拉上去 一個球怎麼可以拉五個球呢 根據資料顯示 當個網球轉得越快 所用到的向心力也會越大 對, 因為繩子沒有固定在膠管 旋轉中心的位置 所以可以自由拉長 它會給予多點向心力 上面的網球, 令它越轉越快 同時, 繩子的拉力 也會把下面的五個網球向上拉 不過很多人都以為是離心力 將這波越拉越出 其實科學上來說是沒有離心力的 沒有離心力?那是怎樣 讓我講個例子, 解釋給你們聽 就好像我們坐在車上, 向前直走 突然車子急轉彎 我們的身體會有慣性 以為會繼續向前走 但實際上我們已經跟車子轉彎了 但是人類身體會有一種錯覺 以為會有一種離心力 將我們拉出去, 不讓我們轉彎 感覺就好像被拋出去一樣 情況就好像玩騰騰轉 當我們轉得越快 就會覺得有一種越大的慣性 將我們拉出去 原來是因為慣性 所以我們玩騰騰轉的時候 就有被拋出去的感覺 我們明白了 JJ, 為什麼你的流口這麼大? 原因是我想想想想 其實我們利用漏斗 也可以做一個小小的實驗 解釋這個圓周運動 是怎樣的? 首先我拿著這個漏斗 然後我會將一顆波子放進去 麻煩ARB幫我搖動這個漏斗 看看波子會怎樣 如果我大力一點的話 這顆波子轉得很快 而且越來越高 同樣我這個大漏斗 嘗試把波子放進去 原來搖動的時候, 你看 這顆波子會不斷地搖著內壁 然後沿著既定軌道 不斷地旋轉 我知道了 向心力越大的話 這顆波子轉得越高和越快 說得對, 真是沒有錯的 是呀, 就像洗衣機一樣 如果我們去了脫水模式的時候 洗衣桶就會轉得很快… 衣服就會轉得更快的波子 你說得對 就是因為這個轉得越來越快 令衣服就可以快速脫水的程序 是嗎?但我並不太明白 這樣…你快點叫同學他們去實驗 模擬一下洗衣機的脫水程序 到時自然可以解答你和他們的疑問 是, Master Joe 我不要你這樣 有信息 Master Joe叫我們模擬洗衣機 進行脫水程序的情況 看看好像很複雜 其實也不是很複雜 我有些實驗的裝置, 我帶你們去看看 好 原來就是這些材料 是一個膠盤? 膠盤上面還有很多洞 兩邊還綁著掌上筋繩 再跟繩第二邊還綁著一支木條 究竟這個實驗是怎麼做的, Ms. Leung? 很簡單而已 我們首先把小豬倒進杯子裡 麻煩AIFO幫我拿著木條 好啊 麻煩你幫我把那條繩扭轉 有那麼多扭那麼多 千萬不要放手 好啊 已經扭到很緊 現在我們把杯子放進大玻璃碟裡 然後放手 好, 大家看看有什麼情況發生 那杯轉得很快 那些小豬都飛了出來 對, 當杯高速轉動的時候 享心力就會令小豬貼著杯面轉動 而當小豬去到洞的時候 因為沒有杯子的阻擋 而它就會有慣性作用 令小豬穿過洞飛了出來 根據資料顯示 洗衣機的脫水程序也是一樣 當洗衣機的洗衣桶高速轉動的時候 衣服也會貼著筒邊一起轉動 資料還說濕了的衣服 會存在著很多小小的水分子 而這些水分子在轉動的過程中 就像實驗裡面的豬仔一樣 會被慣性作用拋掉 而這些水分子就會離開衣服 再經過洗衣桶裡面的洞排走 對, 所以衣服就會少了水分子 所以我們在洗衣機拿出來的衣服 就會沒那麼濕, 自然就會快點乾 原來洗衣機使衣服會脫水 原來是這樣 下次洗衣服的時候, 先留意一下 這個實驗好像很好玩 不如我們再試一次吧 好, 讓我幫忙 Master Joe說發明自動洗衣機的人 真的很聰明 可以將一個這麼簡單的科學原理 設計一個又易用又方便的機器 說得對 所以我們平時只要多點思考 還有用多點心思 就可以設計很多方便人類的發明 讓我們一起用腦 一起可以找多點資源回來 你看我DateBee生長了多少 謝謝你, Master Joe 不用了 我有一個新發現 發現了什麼? 其實你真的越來越胖了 你看看你的衣服越來越短 你看看這衣服快要爆開 還要你看你的肚子 濃濃濃… 什麼?不知道誰替我洗衣服的時候 你胖了就胖了 不要害人了 什麼? 濃濃… 不要 好運, 同學 你們今天終於知道了 洗機是怎樣進行這個脫水程序 希望你又發覺失憶問題 好運 阿朗, 阿朗基特 謝謝你們和 Master Joe說我們解決問題 不用客氣, 幫你們解決問題 是我們的任務 我們是時候回工作室了 這麼快? 但我還打算多玩一會 別玩了 沒辦法了, 我們先走了, 同學 再見… Bobby, 我想你家裡 都要快點買一部洗衣機了 媽媽也說過, 今晚可能吃完飯後 去電器店看看 既然今天我們學習洗衣機運作的原理 Bobby, 你就可以學耳自用了 幫忙買一部好的洗衣機 也好, 但我當然忘了今天學過的東西 我們找紙和筆記下來就不怕忘記了 好啊 好 做個表情, 做個表情 好, 師傅, 外面很冷, 你看 真是下雪, 真是的 歐美地區鄰近冬天真的會下雪 不過無論外面多冷 我的工作室有暖氣, 所以我不會怕 師傅, 你記住不要派我出去買東西給你吃 為什麼?買日常用品 這是你的最重要任務 你不知道嗎?我沒有防冷裝置 防水裝置, 防凍裝置, 防冷裝置 可以…對不起…我一時不記得姐姐 是呀, 那你應該怎麼做? 不應該幫我安裝防冷裝置 防水裝置… 行, 你不是不知道 我們一向都在資源緊拙嗎? 我哪有可能幫你安裝這麼多系統 那我就不可以幫你買東西吃了 那也行, 不過不用怕 因為有AI的阿法, AI在哪裡? 是呀…有這麼多AI很疼你 不要緊, 同學都很疼我 什麼事? 他們發電郵給我 沒有 他們問為何人類的膚色會不一樣 有些會比較黑, 有些會比較白 因為我們人類的膚色 是由我們皮膚細胞裡的色素所決定的 資料還說色素的顏色 會受先天和後天的影響 說得對, 先天就是來自你爸爸媽媽 或者是上一輩的遺傳 至於後天就是受外來環境的影響 例如你經常曬太陽的話 有機會會令你變黑 原因是皮膚裡的色素細胞 會受到太陽的紫外光所刺激 就會產生大量的黑色素 所以你的皮膚就會變黑 你說得很好, 師傅 童話仔, 如果你們有問題想問我 AIRubia的話 也可以發電郵來這個電郵地址 才有機會得到解答 我可以說為何你這麼黑了 為何你白了 OK